俗话说 一辈子三灾八难总是免不了的 这里说的三灾是哪三灾 八难又是哪八难 相比很多人都不清楚吧 下面来说说 道家的三灾八难 与佛家说的三灾八难 集体各有所指的内容 道家修炼成现 防三灾厉害 经历八难 西游记中阐述三灾厉害为 降雷灾打你 降火灾烧你 降风灾吹你 云集七千记载的八难 不费道心一难 不就明师二难 不脱贤居三难 不舍事物四难 不歌恩爱五难 不弄利于六难 不除喜慕七难 不断色欲八难 但民间也有说是 汉 烙 温 鸡 虫 鬼 兽 怪 佛教参悟要经历结经难 明心渐行 才能大彻大悟 佛教认为 世界从形成到毁坏为一大结 经历成 住 坏 空 四个阶段 周而复始 在住节的后期 众生行为邪癖 寿命减少 便陆续发生激紧 急疫和刀兵等灾祸 称为小三灾 到了坏节之末 则发生更为可怕的火灾 水灾和风灾 称为大三灾 最后的风灾 把世界吹得荡然无存 从而进入空节 八难指的是难以见佛文法 不能修道的八种处境 一者地狱 二者畜生 三者恶鬼 四者盲龙阴雅 五是智变聪 六佛前佛后 七语禅阅国 八者受天 三灾八难 现在常用来比喻小孩生来多病 有时也用来形容经常遭遇不幸 三尾 四人 四人 六